- Shall we begin?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R來給你看電影 讓你看電影給我給我是XR 我們現在還有Jerico 今天很開心能夠受到AG-NEUVO的邀請 來開箱他們的MH2702 27吋1080P 無邊框影音娛樂旋轉螢幕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畫面的中央 就是這台AG-NEUVO MH2702螢幕 先看外觀 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三邊小於1.5mm的細邊框 如果是習慣用雙螢幕或是多螢幕的朋友 延伸桌面的效果絕對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自己因為開始會剪輯直式的短影音的關係 也會特別的挑選可以垂直水平旋轉的螢幕 這台MH2702正好也是可以從橫式快速變成直式 讓你在看網頁或是在剪輯短影音的時候 能夠看到更多的版面非常的方便喔 它搭載的是IPS面板 顯示色彩鮮艷飽和 是有別於市場上比較偏向文書作業使用的VA面板 看電影追劇畫面不失真 而且它可以按照你的座位高度 自由任意變換調整 符合自己最舒適的視野 適合租屋主小空間影音視聽 或是住在宿舍要跟朋友討論報告 工作娛樂快速切換 一機搞定 後面它還有整線孔 讓你的桌面不會亂糟糟 現在就打開文字說明的地方 我們有購買MH系列螢幕的優惠折扣碼 以及購買連結 歡迎大家參考看看喔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鷹眼 它原本是第四階段的第九部作品 原定計畫是2021年的秋季上架 DCD Plus 那實際上上架的日期是2021年的11月24號 作為復仇爾聯盟的原主成員之一 鷹眼終於有獨立影集了 所以當時就有蠻多人 就是非常的期待跟興奮 而且演員傑米雷洛也會回歸演出 那當時呢 他們提供的資訊其實不多 主要就是說這個故事會聚焦在 無限之戰彈指之後的鷹眼 還有帶出漫畫之中的這個鷹眼第二代 也就是凱特畢夏普這個角色 那據當時的傳聞 故事呢會跟鷹眼的名號傳承有關 那就目前為止 看下來這個傳聞是成真了這樣 後來我們知道說演這個 凱特畢夏普的這個演員 海莉史丹菲爾的棒 非常讚 其實我還蠻期待這個角色可以繼續的發展 鷹眼這個傳承其實傳承的蠻成功的 大家會覺得說這個角色好像是跟鷹眼 雖然是掛團的名號 但是兩個人的個性是完全不一樣 會覺得說我兩個人都很喜歡 我也想要知道這個人後續的發展 不會說好像為什麼你要推這個給我 我要上一代 我要上一代這樣 但是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他角色其實處理的不錯 可是劇情真的是 啊真是潛諜到爆 人家說他們不夠深入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他到底在看到什麼 大人帶小孩 喔我要帶你去訓練 最好心就打到一個人就搶到BOSS 然後BOSS突然這樣子 鷹眼感覺很工具欸 畢竟他也成功傳承了嘛 不管是物理上的傳承還是 就劇情上面來看的話 他確實就是把這個棒子交給人家了 對啊現在真的需要交棒啊 一定要交棒啊 啊如果這時候不交棒 現在會被迫交棒 就就對物理交棒 物理交棒啊 接下來呢我們要討論的是 蜘蛛人無家日喔 這部片在聖地亞哥動漫長上面 沒有公布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蜘蛛人就是由索尼所負責的嘛 所以要宣布應該也是要由這個索尼宣布 那當時在2020年的11月的時候呢 發出新聞是說 班乃迪克康伯拜曲所飾演的 奇麗博士會在置物片裡面 擔任所謂的導師的角色 接著就是有人就先在他自己的 IG線動上面也先爆雷了 就是吉米福克斯他就說 蜘蛛人你們小心了 就等於是另類的暗示說 他要來回歸演出電光人 當時所謂的蜘蛛人三代同堂的 這一個傳聞呢 就一直在發酵 從吉米福克斯那個時候開始 因為畢竟他是另外一個版本的蜘蛛人了 反派嘛 因為這部片從我們剛剛講的製作前期 到中間開始有一些消息走路 其實我們都知道我們來看這部電影要看的什麼 就是情懷 情懷跟看這些反派 還有那個越老越會演的威廉達佛 對 我真的覺得這部片真的是 因為威廉達佛撐起了反派那一側 因為在戲份上面的拿捏 確實就是給他們的戲份相較之下比較少 可是威廉達佛真的就是很有威脅感 然後在整部片子裡面呢 他也有擔當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嘛 這部片他真的就是喚起了很多MCU粉絲 對MCU的熱情啦 要不然很多人可能在前面都已經被消耗掉了 對他會覺得 他沒有什麼東西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可能 你不說MCU粉 你從之前的三母人與之主人 開始看超級英雄片的人 你在這邊也看到那些角色再次回來 他們其實是有多少去講到 他在他原本那個故事線後續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必須說在2021年的年底 其實蠻多人重燃了對MCU第四階段的希望 對而且同時是他又是我們剛剛講的 從洛基到這中間之間隔了很久 再次碰到所謂多重宇宙的疫情 好的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是月光騎士喔 我們說2021年的年底 大家把這個熱情召回來 結果在2022年的3月的時候 好像又把大家打回原型的感覺 然後覺得我不要看嗎 這什麼東西 因為畢竟月光騎士在原定的第四階段裡面 在聖地亞哥動漫展上面是沒有被排進去的 是事後在第23的時候 不上去的 在2021年的1月來確認這個主角 是由奧斯卡伊薩克所主演 伊森霍克會主演當中的反派 而且這個反派是原創角色 原定計畫在2020年的11月16號開機 但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延後到2021年的4月 也就是隔了半年左右來開機 正式上架的時間是2022年的3月30號開播 然後總共有6集的篇幅 我自己個人看完月光騎士之後呢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他的裝扮很帥 就這樣 我也要說為什麼他要把玻璃放在顯示裡面 這個也很 對啊我沒有要討論那個 但是你知道看完之後 我們也不會在意這麼多這種小細節 因為那些小細節完全都沒有解釋 我覺得沒解釋就算了 你的故事到底主軸 或是對整個MCU的影響是如何 我也看不出來 說到最後面我對這部片的印象是什麼 奧斯卡伊薩克其實演得很不錯 醫生霍克所謂的原創反派也不錯 然後服裝很帥 特效其實也不錯 打鬥也蠻血腥 可是你說劇情嗎 我已經忘光光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他現在這部片 我一直沒有動下一部 我覺得一部分是他其他夥伴都不知道去哪 但是你知道刀鋒戰士嗎 還沒有出來 我覺得他們做的最好的點就是 他們沒有犯現在漫威一直在犯的錯 就是一直要去把這些新角色尬到一些我們熟知的角色故事線裡面 但他一直都蠻獨立 可是相對的你今天獨立 如果你不能快速的去把他推進 他就會站在那邊不動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就算我很喜歡他 可是我看到他站在那邊不動 我就不知道我要不要看 不是我不知道 這東西到底對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存在 最近當然有傳聞說 《月光騎士》要開始準備動工第二季 但是你動工第二季 你是要跟漫威主要劇情接軌嗎 還是你還是只是要接續 《月光騎士》第一集結尾的故事劇講下去 這還是漫威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 對啊 所以我們就靜觀其變吧 好啦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奇異博士2 失控多重宇宙》 這部片原定是在2021年的5月7號上映 實際上映的日期是2022年的5月6號 也就是整整延後的一年 原本計畫是在第四階段的第六部作品 也是被定位是第一個正面討論 所謂多重宇宙的電影 因為畢竟他都已經放到副標題了嘛 原本在會場上面公佈說是由第一集的導演 史考特德瑞克森要回歸指導 但是在2020年的時候 也就在隔一年就遲導了 後來就是由三姆雷敏來接手 《關雷底各康博拜群》 他會回歸演出奇異博士 當時他的故事定調是定調成是所謂的 《歌德驚悚風格》 他在會場上面也提到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電影會跟影集 《汪達幻世》會有連動 《飛鴻女巫》也就是 《伊莎白歐神》會在這部片裡面登場 那我覺得當時可能也是一個行銷操作啦 因為畢竟你是要看《奇異博士》第二集 那你要先看《汪達幻世》 所以就有點像是說電視跟電影 你要配合著看 要不然你會miss掉很多東西喔 那最後的結果 確實很多人都miss掉了 可能是跟台灣Disney plot比較晚進來 除非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除非你有照順序看 或者是跳過就跳過了 但不管怎麼樣啦 我跟Jerico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兩個人都非常的喜歡嗎 對可是好像蠻多人討厭這部作品 很多人很討厭 我也能夠理解為什麼討厭 因為畢竟他的挑戰 或是他的突破非常非常大 第二集他很明顯就是要走恐怖電影 所謂的《哥德爾恐怖驚蟲》 那時候就有人說 我不是要來看恐怖片的 我是要來看超驚蟲電影的 最方便是這部電影那時候被罵蠻慘的 所以以上的這個就是 《奇異博士2》《失控多重宇宙》 好了我們接下來來討論的是驚奇少女 那這個也是一樣 在D23的時候補充上去的 那他也是幾經波折 因為原定計畫是在2020年完成後製 後來是延後到2022年 也是整整延後了兩年 然後在2020年的11月 又提前回到2021年 在2021年的時候 又因為作品過多 然後又讓他延後到2022年 所以他原本就是在那邊前前後後那邊推來推去 最終呢是在2022年的3月 確定要在2022年的6月8號的時候開播 這個算是第一部 他有明確提及所謂的 變種人這個名詞的作品 好像大家也都不怎麼關心 因為搭個不知道變種人是什麼 不怎麼關心變種人這些事情 驚奇少女本身呢 這個人呢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新人演員嘛 叫做伊曼維拉尼 這個演員就是讓大家非常的陌生 他最大的問題就有 有一個不好的前輩啦 陳明明把他害得很大啦 因為競技這場有一點非常的糟糕 然後導致大家聽到驚奇兩個自覺的 就是你 我在後續看完競技這場2之後 我有稍微對這個新演員的改觀 是覺得他其實很認真想要把這個戲演好 想認真想要詮釋好這個角色 就像他在受訪講 很多人說你們票房就是賣不好 然後他說 我就是演員嘛 我就是做好演戲的工作 做票房內的事情 並不是由我來掌控 因為這個東西是不可控的因素 這樣看回去 我會覺得驚奇少女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劇本身上 不是說演員真的遭到 會讓人家覺得 你為什麼要找這個演員來應徵角色 那他會說這個外型 可能跟漫畫裡面有不一樣的差異 但我覺得其實漫威很多超級英雄 都是跟漫畫有差異 只是後來漫畫照著電影的方式去畫 現在或許有機會再重新了解這個演員 我是覺得 大家可能對他要求有點太苛刻了 但是也不能否認 就是驚奇少女真的蠻難看 就是你直接講了 劇本的問題啊 對啦 對啦 真的是劇本的問題 然後又是這個階段 已經是進入漫威非常混沌時期 你知道光延期這件事情 這些舉動來看的話 他自己也知道說我們作品過多 所以要好好的重新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後呢 就讓大家就是你知道 開始就是出現這種所謂的疲乏啦 然後也不知道 你在目的到底幹嘛啦 那我覺得驚奇少女就還蠻明顯的這樣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的是雷聲索爾 艾與雷霆 他原定是第四階段的第十部作品 也就是最後一部 原定計畫是在2021年的11月5號上映的 那實際上上映的日期是2022年的7月8號 也就是隔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當時真的是讓大家非常期待 因為畢竟紐西蘭籍導演 塔利卡瓦提提他在導完 《諸神黃昏》之後呢 聲勢高漲 接著就是要來導 這個第四部的雷聲索爾這樣 當然這個克里斯達斯沃也有回歸啦 那當中最大最大的驚醒的就是 介紹好久不見的 《納塔利·伯曼》登場 《納塔利·伯曼》之前呢 也是有很多人就是傳聞說 他跟這個漫威鬧不合啊 不爽啊 那個片酬開太低啊 所以就變成是說 《納萊·伯曼》他再次的登場 然後來幫這個MCU站台 確實是在那個會場上面 讓很多人都情緒非常的高漲這樣 對啦 非常非常期待的結果呢 就讓大家就是在看完成果之後呢 就 我覺得 這個是什麼執行力啊 這個台卡瓦提提 哇你好歹在導完《諸神黃昏》之後呢 你也得了一座奧斯卡 是因為你編制導自演了一部 吐槽男孩這部片 哇那讓大家都是非常的覺得就是說 哇你真的是無限可能啊 對啊貴才啊 我們最近《暴新聞》也有報導嘛 他自己承認就是說 他對這個角色 各位一點興趣都沒有 他只是為了算奶粉錢 很明顯看得出來 第一個你不知道他在演什麼嘛 第二個就是說 感覺就是導演 好像漫不經心在執行這件事情 哦你叫我做我就做 所以我把它做完也沒有把它做到好 全部人都覺得說 你可能就是會拍出 很有自己風格的作品 但是絕對不會是一部 可能百分之八十人都覺得這部片很糟糕 對就是啊你不要說什麼其他的 什麼新人導演 其他新人演員什麼有的沒的 我覺得第一次可能就是啊 嘗試嘗試看看實驗嘛 可是怎麼會摘在 塔卡瓦的手上 真的是讓人出乎預料的 驚奇啊 也不能不說就是 這部片就是宛如電影版的 驚奇少了 一樣糟糕 創作者哦 你真的還是要回歸自己的初衷 跟找到自己的熱情所在 如果真的只是為了賺錢 然後去把事情給完成的話 真的看得出來 電影非常的誠實 接下來我們要來聊的是 律師女浩克 那這個也是在第23上面補充上去的 最大的新聞呢 也是媒體先爆料出來 就是說夜魔俠會在這部片子裡面登場 那因為畢竟都是律師嘛 後來呢 確實在蜘蛛人無家日登場之後呢 這個的傳聞呢 就蒸蒸日上啊 就像大家都開始在討論說 那確定應該就是會回歸的啊 果然我們在看到這個成果的時候呢 欸真的就回歸了這樣 總共10集 那每集呢是30分鐘的蝙蝠 所以我自己個人啊 我個人在看這部片的時候呢 其實相較之下負擔沒有那麼大 它的調性其實也都是那種 欸幽默啦 幽默 風趣啦 然後欸蠻好笑的這個風格這樣 我覺得中間的過程 我真的覺得完全沒問題哦 直到最後一集啊 天堂馬上丟到地 因為我覺得那個的安排啊 是一個超級大的挑戰 你這個挑戰一下去呢 真的不是生就是死欸 啊我自己個人會覺得說 我還可以接受 可是我看到我身邊 所有的人都無法接受 對 就覺得說哇塞 你用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 你編劇好像 你是不是已經編不下去了 所以你來搞這一招 然後來鬧 鬧完之後呢 大家也就是覺得 啊好好好 就是就這樣子結束了 沒了 大家會覺得說 啊你搞得真笑 拍這個幹嘛 我看這麼多機桿 啊你為什麼不開始 就開始打破 那個 對啊 像很多人不喜歡 律師女號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夜魔俠看起來變成一個 超花公子 呆呆的 然後花花公子 然後感覺就是有點油 蠻多人真的是因為這個原因討厭 但是我自己看下來 我自己其實蠻喜歡這個調性 他算是 漫威引起命 我少數我覺得 我會願意 就是每週 時間到 他馬上打開來 我覺得我不用擔心 我好像戴尾球 是一個很漫長的旅程 總歸下來他三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結尾處理得太長的處 第二個就是夜魔俠 個性被打開 然後第三個就是特效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黑豹2瓦丹達萬歲 這部片是在2018年 黑豹上映的時候 他就有計劃要推出續集 他原定計劃是在2021年的3月要開機 但是到了2020年的8月的時候 因為黑豹的主角 查德威克·鮑斯曼他過世之後 這個漫威就宣布說 我們不會重新的選角 也不會用CGI來生成他的臉 主要會是聚焦在瓦甘達這個國家 不管是對影迷來說 或是對漫威來說 或是對整個MCU的生態來說 查德威克·鮑斯曼的過世 其實影響超級大 另外補充 漫威到後期 原本想要新組一個漫威的復活者聯盟 然後巨頭的代表 大概就有驚奇隊長 然後蜘蛛人 還有黑豹 這三個會是 未來領頭的三個主要角色 那蜘蛛人 其實算是蠻完整的走完 他暫時的旅程 那驚奇隊長就不用說 就是他第一步就跌了 下一步就再摔下去了嘛 黑豹很可惜的是 他第一步走得超好 然後大家就覺得這步路典 走第二步一定沒問題 但是好時不時就是 欸真的沒問題 但是不是劇本上面真的沒問題 反而是演員出的問題 對啊 我覺得演員真的是給大家的打擊很大 而且我覺得影迷 也就覺得說很可惜這樣子 怎麼好像 明明就很年輕 然後感覺他身體還不錯啊 可是他 就是私底下那一面 可能就是 他隱藏得太好 大家都不知道 這部片在事後的一個 蠻大的一個賣點 飾演王太后的這個安琪啦 貝瑟的 他入圍的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也是漫威當中 第一個入圍 奧斯卡演員獎項的一個演員 但是 就在這個態勢 電影本身表現得如何呢 我們就來好好的來討論討論 我自己是覺得可能編劇 沒有料到 就是查德維克保斯曼 過世這一點 所以就很明顯出現亂流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編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妹妹這個角色呢 其實 他一開始 有點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導致這個角色在後面 感覺像是被逼迫的 接受黑豹這個稱號 然後帶領大家打敗 所謂的 咕咕幹這個角色 上映之前呢 我們大家都有聽過 他會帶出鋼鐵星這個角色 可是鋼鐵星的出片裡面 我真的覺得非常激烈 其實我自己喜歡這部作品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這部作品 蠻大的一個額度的原因就在於 他很多東西是被迫的 我相信原本鋼鐵星的角色 可能有更多發揮時間 因為畢竟你原本不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去鋪成黑豹這個角色 你現在壞一個人要繼承 你就得花很多心思去鋪成他的行徑 可能原本根本就沒有這些戲 原本如果只是查德維克保 什麼樣的 根本不用多說什麼 點下去就對了 但不管怎麼樣了 就是說 第四階段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就接入到第五階段 那目前為止啊 我們就幫大家稍微就是簡單帶過 就是說第五階段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以人與黃蜂女 量子狂熱來打頭陣嘛 打頭陣啊 接下來就是秘密入侵影集 電影《星際異攻隊3》 好像有把身次拉回來 接下來《洛基2》好像也表現得不錯 可是驚奇隊長又打回原型這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今年啊 年底會看到的是 無限可人 假如第二季這樣子 那感覺好像也挽救不了這個頹市啦 我們來幫大家稍微總和一下 第一個 沒有人知道疫情會發生嘛 所以2020年那個時候 原定的計畫 如果你照著走的話 你沒有去搞出什麼 延檔啦 提前啊 然後調整啊 作品過多 然後又要在這邊推來推去 說不定應該 呈現上面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只要大家好好做事的話 不要有一個什麼 啊我只是來賺奶粉錢啊 好好的做 原本的規劃其實看起來蠻完整的嘛 再來就是說 有一個多災多難的刀鋒戰士 不知道現在要把它擺在哪裡 因為在聖地亞哥動漫展上面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的一個人 就是他最後面介紹出來 馬赫夏拉阿里 然後他戴上那個帽子 大家才知道說原來他是要演刀鋒戰士 那這個刀鋒戰士呢 在永恆族最後面也有現身演 現身 現身音演出啦 可是呢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看不到動態 因為他連開拍都還沒開拍 連劇本都還沒搞定 一度馬赫夏拉阿里傳言說要死眼 可是現在又是 欸又是說這個是謠傳 有安撫好了啦 這個刀鋒戰士感覺是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可是到目前為止 好像也不知道把它擺在哪 所以經歷了第四階段跟現在第五階段亂流 再來就是雪上加窗的事情就是 今年的演員跟編劇的大罷工 所以很多東西就停拍或是不能開拍 照以來講你第五階段 應該要去鋪陳所謂的大事件 也就是康跟所謂的秘密戰爭 那這個東西好像現在 不管是戲裡戲外都有事啊 康正在鋪陳他的秘密戰爭 對啊 我知道啦 所以是不是超級英雄的電影風氣已經過了呢 這個風潮是不是已經過了 那未來我們該怎麼樣去拯救這個MCU 我們就目前為止看到凱文廢吉 好像都沒有一個像 在2019年這樣在ComicCon上面正式出來 然後跟大家簡報 然後跟大家介紹 然後有一個這麼完整的一場秀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看過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前途堪憂欸 我是覺得我沒那麼擔心 就是像我講那麼多次嘛 我們講到雖然第四階段第五階段非常的陡 但其實大方向來說其實是沒有錯的 你看多重宇宙嘛 新的角色其實也都帶進來 那你當然說有些角色可能連接性沒有那麼強 我覺得確實 但你說這個問題在第四階段第五階段才出現嘛 沒有啊 經營隊長就出現過一次類似的問題啦 就是演員跟角色很明顯的 我是沒有合在一起 因為雖然說漫威票房確實有變糟糕 但是你要說糟糕到 每一步都大虧嘛 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嘛 然後在疫情期間哪一家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自己比較樂見的是在於 我相信他們有一些 因為在今年就是黎盛寧的總裁 就是就是波波艾格 有出來說其實 他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他也正在解決 那卡菲菲其實也有出來講說 確實他認為 有一些作品是要做一些調整 那現在這個時間就像剛剛講的 演員跟編劇罷工 其實有點像是強迫這些人 好啦你們以前可能覺得疫情一下過 所以你們不想動 那我再給你罷工一次 你會讓你知道 你今年是真的沒有機會動 那你要不要停下來好好想 好啦反正 Jerico是抱持了樂觀的態度 我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明年雜就真的雜了 那我是比較悲觀啦 觀眾的興趣來說的話 應該就不大 對啦 我覺得如果以觀眾的取消來講 你問我說 是不是他們只要做回 以前那個終局之戰的自己 觀眾就會回來 我覺得可以很老實說不會 因為大家已經因為 疫情三四年下來 很多人的超級英雄電影的時代 結束就在終局之戰 那個彈子一彈下去就結束了 對啊 那後面的東西 大家還先留下來 這是消耗你既有的粉絲 疫情的影響 串流的影響 自己品質的影響 其實多少也是 瓜分掉了很多自己 現在就把自己很多粉絲都踢掉了 那就剩下這群人 到底夠不夠龐大 可以讓你支撐你 再玩下一個十年 我覺得就是 要看漫威接下來拍的作品 如果票房出來 會不會漫威回來 票房又是 票房冠軍都是漫威 那是否正確證明說 其實大家還是願意看的 只是需要好的內容 但如果沒有的話 漫威會怎麼做 我覺得這也是接下來 明年開始可以觀察的方向 好啦 所以以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漫威第四階段 然後我們也討論到 就是第五階段 現在啦 我們所觀察到的一些 小小的心得 那不知道大家怎麼想的 都歡迎在留言區外來留言啦 那最後面也來問問看 就是說Jerico啦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 使用了這個螢幕啦 然後來看我們的預告片 那你自己是覺得 這個螢幕如何呢 如果你今天是 急需一個螢幕的人 或是你今天就是 像我一樣的學生好了 你可能是在外面租屋 你的房子空間不大 我覺得這個螢幕的CP值就很高 因為相信很多人 假如是在住家 嗯也使用 你當然不希望他可能就跟你的臉一樣小 因為你可能還有其他用 就你不可能拿來只有追劇吧 你有時候可能用電腦 甚至你家裡可能有一些switch 或是什麼位 你都可以去接 然後一來是我學生的立場來講 如果你是住屋主 你比如說一群朋友來 你會追劇 你會跨你的時候會吃火鍋 會看這個都 會需要一個螢幕 來看任何你想要看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大小 我覺得是剛剛好 而且你擺放起來 你不會說好像太小 一群人就太小 或是說好像會不會太大 我搬價的時候不好搬 然後像我們剛剛講 他其實是可以直立式的 我今天就是一個創作者或是傳播相關 我家裡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可是我想要一個小螢幕 但是會不會很佔空間 那他就有這個直立式的方式 也可以讓你直接擺在旁邊 變成一個輔蘇式的第二個螢幕 我覺得這點都可以考慮到這個螢幕 這個的價格 真的是我個人看到 哇 真的有嚇到 對啦 至於那個詳細的價格是什麼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那個網站 真的是還蠻Marvel的這樣 對 蠻Marvel 非常驚奇 非常驚奇 大家真的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的文字說明的地方 有購買連結 跟我們的購買折扣碼 我們做了一個非常大規模的回顧 四年的份 四元和你一次講 那年底我們來回顧 今年看的電影 沒有 我們來回顧 我們這四年看的電影吧 所以啊 以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那喜歡我們這樣的回顧的話 或是你想要聽到我們 更多類似的什麼樣的回顧 都歡迎在留言區幫忙留言 讓我們知道 說不定我們可以來回顧 什麼DC之類的嗎 對啊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們 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out for show